号角吹响 马蹄藤月 5月11日 武汉军运会马术场地障碍测试赛 继2019年中国马术场地障碍冠军杯赛 在武汉商学院正式打响 这也是100多名马术骑手 首次会聚武汉 据悉 本次赛事共有来自全国的17支队伍 126队组合参赛 此外还有233名工作人员和466名志愿者 为赛事服务 为10月份的军运会热身 本次测试赛为期两天 设置了0 90米级别 1 20米级别 1 30米级别 及1 50米级别 共产生4枚金牌 在水平最高 也最受关注的1 50米级别的较量中 来自北京队的选手俄尔登 吉日嘎拉 通过附加赛的争夺斩获冠军 来自八一南昌马术队的猛权威拿下亚军 第三名被来自黄鹤楼马业的吉日嘎拉图摘走 据马房管理处工作人员张亮介绍 参加本次马术场地障碍测试赛 年龄最小的选手仅有11岁 在开赛前 120间零食马房 29吨草料 44吨电料 均顺利到位 在训练场地上 军运会比赛用马调训总教练哈达铁 正在骑马训练 自去年12月21日起 哈达铁几乎套在马房中 负责29匹军运会比赛用马的调训工作 军运会比赛的正式马匹 这次也上场参加了比赛 哈达铁介绍 从之前的训练情况来看 他们在测试赛上的表现 还是非常出色的 据了解 哈达铁本人也在这次测试赛中申报了 1 20米级别个人赛 1 30米级别个人赛 1 50米级别个人赛 我训练的情况还比较平稳 对于冠军我也充满渴望 但最终获得第七名稍有遗憾 除了老将哈达铁 新生代选手于成浩也将参加本次赛事的角逐 这位18岁的大义学生 在10岁就开始骑马 曾在第16届中国武汉国际赛马节场地障碍挑战赛争夺 我们学校举行 所以就报了名 现在我每天都在训练 希望在未来能有更大的突破 于成浩说 在一众男选手当中 输着马尾的田羽腰板笔直 格外显眼 这次太让我吃惊了 一直在广州比赛的田羽 为这次的马术纤维沙场点赞 没想到场地的标准这么高 非常舒服 为了确保测试赛的顺利举办 武汉商学院实行了24小时的马房管理制度 我们的马房管理处 一共有11个人 全天24小时都守在这里 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 张亮介绍 除了专业的马房工作人员 纤维沙场地平整器 也需要全天待命 随时为场地进行爬平工作 为了保障测试赛马匹的顺利参赛 武汉商学院还设置了马医院 成为全国高校首家针对马匹进行检查及治疗的专业医院 测试赛就是为了检验我们的办赛能力和水平 通过测试赛我们进行茶漏补缺 并在最后的几个月时间内逐步完善 争取在10月为大家献上一场精彩的马术赛事 军运会马术竞赛项目负责人表示 英明朱玛京路透社2月19日报道称 自1947年独立以来 印度、巴基斯坦以两次英克什米尔爆发战争 以下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现有兵力 及军事装备情况、国防预算 国际战略研究所称 2018年 印度为140万人的现役部队拨款4万亿卢比 和580亿美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 1% 2018年 巴基斯坦为65 38万人的现役部队拨款1 26万亿 巴基斯坦卢比 和110亿美元 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 6% 另外 还获得了1亿美元的外国军事援助 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估计 1993-2006年 巴基斯坦政府年度支出中 有超过20%用于军队 2017年 巴基斯坦的军费支出 占政府年度支出的16% 7% 同一时期 印度的军费支出 占政府支出的比例 仍不足12% 2017年这个比例为9% 1% 导弹与核武器 印度和巴基斯坦 都拥有可携带核武器的弹道导弹 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称 印度拥有9个型号的弹道导弹 包括射程为3000-5000公里的烈火 附三型导弹 巴基斯坦的导弹项目 获得了中国的支持 拥有射程覆盖印度全境的机动型短程和中程导弹 其中沙星-2型导弹的射程最远 达到2000公里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称 巴基斯坦拥有140枚至150枚核弹头 印度拥有130枚至140枚核弹头 陆军 据国际战略研究所称 印度陆军拥有120多万人 3565多辆坦克 3100辆步兵战车 336辆装甲运兵车和9719门火炮 巴基斯坦陆军的规模较小 拥有56万人 2496辆坦克 1605辆装甲运兵车和4472门火炮 包括375门自行榴弹炮 国际战略研究所本月的一份报告称 尽管印度陆军规模庞大 但由于后勤补给不足 维修 以及弹药和零部件的短缺 其常规部队的作战能力受到限制 空军 印度空军的规模要大得多 拥有12 72万人 814架作战飞机 但其战斗机部队引发了一些担忧 印度的国防计划 需要42个战机中队 约750架战机 以应对可能来自敌方的打击 印度官员说 由于米格21等老式战机即将退役 到2032年 印度可能只拥有22个战机中队 巴基斯坦拥有425架作战飞机 包括中国产尖7和美制F16战损战斗机 国际战略研究所称 巴基斯坦还拥有7架空中预警机 比印度多3架 国际战略战略战略研究所 2019年的一份评估报告称 巴基斯坦空军正在实现其装备的现代化 同时提高其精确打击和情报 监视和侦察 IS-2能力 海军 印度海军由一艘航空母舰 16艘潜艇 14艘驱逐舰 13艘护卫舰 106艘巡逻船和海岸作战船只 以及75架作战飞机组成 兵力6 77万人 包括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 巴基斯坦地海岸线要短得多 其海军拥有9艘护卫舰 8艘潜艇 17艘巡逻船和海岸作战船只 以及8架作战飞机 编译刘白云 法国国防部长弗洛斯帕尔利近日表示 法国决定研发高超音速武器 法新社评论称 此举表明 法国政府对军事航空航天事业的持续重视 法国新版太空战略 也将呼之欲出 保证太空资产安全 帕尔利在访问空客公司总部时曾透露 太空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 法国政府近年来对该领域关注度 不断提高预算从2008年的3亿欧元增至 2014年的6亿欧元 并从2019至2025年财政预算中划拨36亿欧元 突破防务网站称 这些投资已收到成效 虽然dare 不能动摆迟关注度 不断提高预算